这个碗到底值多少钱 多少钱 我刚才跟你说多少 你四四三三年 最多能卖六千 行了 一会儿碗到手 你给我六千块钱 碗没在你那儿 我给你什么六千 那小鱼吧 走我这儿呢 你给我六千块钱 你都撇了 我给什么六千 你给我岳父 走吧 你岳父是金钱如粪土 我给他什么钱 另外他能把碗给狗 他一定是把碗给我 而且说不定请我吃饭的 哎哎哎 没错 没错 快说话 怎么样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先听好消息 狗还在 坏消息呢 碗没了 六千块钱呢 碗呢 不是是 你刚才我不找碗吗 走这道上我就想 我突然想几个事来 什么事 就是前两天吧 来个收盆烂的 就围着咱家那个狗窝 就来回转 我就纳闷 我就过去了 一看嘛 人家告诉我了 说这个碗有吗 有毛病 啥毛病 就当时设计时候尺寸不对 哦 说那个碗吧 人要用他吃饭吗 一碗吃不饱 啊 两碗就撑着了 对对对对对 我就找我不好料 我在胖这样吗 是我就跟你说一下 我是两碗吃不饱 三碗撑死了 哈哈哈 行了 别说那家没用的了 哎碗呢 这老头拿走了 哈哈 哎呀 哈哈 哎呦 哎呦 你咋能给的 是啊 小姨爸 哎哎哎哎 哎呀不至于吧 不就六千块钱吗小姨 什么六千块钱 哎呀 我告诉你 那个碗 二十万 哈哈哈哈 我找那个老头去 上哪找去 那肯定是个行家 我告诉你 他给你多少钱 什么给我钱 我求人家拿走的 人家还不累拿呢 我还请人吃顿饭呢 别这样 爸呀 你这个这个这个 咱家不赔本了吗 小姨父你也是 你为啥不早说 你那玩那么值钱 来来来来 多坐下多坐下 啊 我给你们普及一下知识 啊 就那个碗吧 啊 一个 不咋值钱 也就五六千块钱 啊 要是一对 价值连城呢 你把帮给我 哎 啊 一对才值钱呢 今天 我到旧货市场 找到了另外这只 呦 我告诉你吧 这 我本来想配成对 你看 你看 是不是和咱家那一模一样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就是咱家那碗 你怎么证明 我怎么证明 这不那天给那老头拿碗吗 我不得进狗窝里掏去吗 咱家那狗啥皮子 你不知道吗 上去咔嚓一口 咬碗上了 这有印 他真有个牙印 你看看 你闻闻 有大黄的味儿 嗯 就是这个味儿 哎呀 我明白了 小姨父啊 这个碗转来转去 又转到你手里了 哎呀 你们这些个 号称玩古董的 玩收藏的 就是在你们这个 小圈子里转呢 价钱转上去了 还是这一个碗 呀